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堪称现象级的宗教恐怖片《哭声》 解说完剧情,惊悚哥会再讲一讲这惊悚背后的深刻意义 这是一座平静的小镇,人们的生活虽然不上富足,却也和心安定 警察终究和家人居住在这里,妻子温柔体贴,女儿可爱聪明,母亲也和爱可亲 一家四口十分幸福美满 然而,一件离奇的面门案打破了小镇的平静 赵家夫妇身中二十几刀死在了家中 终究贸易匆匆赶去,只听见死者家属哭天抢地的哀嚎声 屋内一片狼藉,夫妻二人浑身是血的趴在地上,早已没了声息 凶手是一个疯疯癫癫癫的男人,他被靠在了门口,双眼无声地坐着 衣服上沾满了血污,身上长满了浓窗 整个人仿佛下一秒就要腐烂掉了 警察从这个精神事上的男人嘴里问不出什么,就去往他的家中调查 门上一串金鱼草吸引了终究的注意 那是韩国居民时常挂在门口驱邪的植物 现在已经彻底干枯了,像一串诡异的骷髅 正当中者要伸手触碰金鱼草时,同时大声将它叫进了房间 男人的家中堆满了杂物,四周点着蜡烛 中央还摆放着如同祭坛般的东西 看起来像刚刚做过一场法事 这让这起案件起得格外扑手迷离 医生说是男人误食了毒蘑菇才发狂杀人 可终究的同事并不相信事情是这么简单 他战战兢兢地告诉终究,这一切肯定不正常 自从山里那个日本人搬过来 就接连不断地发生怪事 听说前部就有个猎狐打猎时不慎摔下了山坡 就看到那个日本人正在赤身裸体地啃食一头死路 见到猎狐摔下来,就手脚并用地爬过来 那日本人浑身污泥,眼睛像是蛇一样的树桶 还散发着悠悠红光,如同一只人形的野兽 传闻都说那日本人不是活人,而是一只恶鬼 这起案件也一定和他脱不了干系 终究却对这些道听途说嗤之以鼻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压根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故事 可突然屋外雷声大作,办公室停电了 胆小的终究被吓得四处乱窜 一回头竟然看见一个女人光着身子站在警察局门口 在暴雨滂沱中显得格外恐怖 等到终究鼓起勇气去查看时,女人却又神秘消失了 终究尖叫着醒来,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刚刚的一切也不过是一场噩梦 自己竟不知何时回到了家中 梦中的一切都无比真实,凶杀也却有歧视 一时间,终究就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了 下午,终究带着儿女孝珍去买了一只发卡 粉丝的发卡在孝珍头上可爱极了 妇女儿人在阳光下供应一杯饮料 这平淡的幸福让终究十分惬意 可这样的幸福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就在当晚,又一起面门惨发生了 终究匆匆赶到案发现场时 只看见整栋房子都已经被大火烧成了残骸,还冒着白烟 还有一个披头三范的女人在发疯 那是这家的女主人 她像是丧尸一样全身脏舞,见人就咬 终究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这个疯女人扑倒在地 幸好同时及时拉开了她们 但却被这个疯女人跑了 惊慌未定的终究看见不远处 那个日本人正死死盯着自己 还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回到警局,终究才猛然想起来 那个在事发现场发疯的 正是昨晚梦中那个门外的恐怖女人 听终究这么说同时也恍人大悟 露出一副惊骇的表情 难道那天看到的并不是猛吗 终究还没有来得及深究 就听到了那个女人 在路边树上吊死的消息 可法医的诊断却说 那个女人真正的死因并不是吊死 而是被乱刀捅死 唯一的嫌疑人离惜死亡 这也让案件更加扑手迷离 小城中也引起了极大轰动 终究忙得焦头烂额 第二天就在朋友口中 听到了意外的线索 朋友深深叨叨地告诉终究 那个疯女人不久前被日本人抢过 自那之后女人就彻底疯了 时常光着身子 在村里到处乱跑 还见人就抓见人就咬 案件又一次和日本人扯上了关系 终究十分焦虑 独自坐着发呆 一个白衣女人却不知何时出现在路边 我们称她为小千 正不停朝着终究扔石子 终究不厌其烦地起身斥责 小千却突然站起来 走到她面前 神神秘秘地告诉终究 她亲眼看见那个风云杀死了全家 还拉着终究走进了作案难发现场 小千对着残骸指认出死者被杀的地点 轻声告诉终究 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干的 还提醒终究 如果经常见到那个日本人 就意味着已经被她盯上了 要十分小心才可以 否则会被她吸干血杀死 终究激动地打电话给同事 说已经找到了目击者 可一回头 小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究回到现场寻找小千的踪迹 却惊恐地在后院里 遇到了那个日本人 那个日本人赤身裸体地趴在地上 像是啃食什么东西 一见到终究就飞扑过来 终究尖叫着飞奔而逃 可那个日本人穷追不舍地追来 向他张开血盆大口 眼见着就要被那个日本人吃干抹尽 终究忽然会晤着四肢惊醒了过来 这似乎又是一场噩梦 可一切都阴影偷着诡异 梦中的一切太过真实 那日本人宛如恶鬼的样子 仿佛就在眼前 自从城中怪事频出 终究就时常做这样的梦 或许一切没那么简单 终究仍然害怕地传着粗奇 突然注意到妻子刚刚买了药回来 一问才知道是女儿孝珍生病了 终究照顾好女儿 匆匆赶到警局 回忆起刚才的噩梦 他找到同事 一起去了 声称自己遇到了日本人的猎狐家 那猎狐叫朴春培 说起日本人时 他依旧惊魂未定 朴春培告诉终究 那日本人就像一头野兽 趴在地上大口四咬着生肉 还穿着一条像尿布一样的白布 扑过来的时候双眼发红 满脸血污 十分恐怖 这些都和终究梦中的场景不梦而合 自从他遇到了日本人 家里就怪事不断 楼上总有怪异的声音响起 自己也噩梦连连 现在连女儿的高手不退 终究决定去日本的家中一探究竟 终究带上朴春培和同事 一行三人爬上了山 山上四处都是动物的残骸 朴春培说那是日本人干的 突然青天霹雳下起了大雨 朴春培微微缩缩地不愿再上山 刚要往回走 一道泪就劈在了他的身上 好在朴春培活了下来 终究心有余悸地在他的病床前站着 医院里却突然喧闹了起来 医护人员手忙脚乱地几成一团 抢救着一个满身脏污的男人 终究定睛一看 正是第一起没漫的凶手 那个浑身血泡的男人 还没等终究细想 那个男人竟然全身抽搐着 脖颈向后折成了一个诡异的角度 头股猛然扎穿了他的镜毒脉 男人死了 一动不动地扬倒着 大量的鲜血从他的口鼻中涌落出来 这一幕吓坏了终究 他带着同事喝酒压惊 无意间看见临桌一个女人 正笑着敬酒 身上一件彩色的毛衣 吸引了他的注意 夜里 终究的女儿孝珍在睡梦中尖叫了起来 终究急忙赶到女儿身边 孝珍惊恐地哭着 四肢无助地挣扎着 他害怕地告诉终究 屋外总有一个女人想要闯进来 终究游心冲冲地度过了这个夜晚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一切就变得更加奇怪了 本来生着病的孝珍 相识爷爷之间全好了 坐在餐桌上大口吃着饭 但令终究惊讶的是 从不吃鱼的孝珍 此刻竟然狼吞虎咽地吃着鱼肉 这把一家人都吓了一跳 母亲担心地让终究 去外面找个萨满来看看 但终究却不以为意地拒绝了 到了警局 终究带上同事 准备朝日本人的住处出发 同时还请来了自己的侄子 城中的天主教附近成福 成福懂一些日语 可以做他们的翻译 一些人驱车来到了山中的小屋前 日本人并不在家 终究只好进屋搜查 他打开了一个包裹中的盒子 那是一张十分阴森恐怖的面具 空洞的双眼 像是死死地盯着终究 终究手忙脚乱地把盒子盖好 继续搜查其他房间 一间被锁死的屋子 吸引了终究的注意 从门缝里可以看见闪动的烛火 终究把锁砸开 胆战心惊地进入了屋子 那似乎是一张祭坛 点满了蜡烛 供奉着一座无头的人像 到处都摆放着黑色的山头 终究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一时间愣在原地 身后却突然想起了城府的尖角 城府和日本人家的黑狗 缠斗在了一起 终究雷马上前帮忙 而同事却在屋内一动不动 因为他竟然在屋子里 发现了一扇小门 那小门里是个小屋子 屋里点着蜡烛 墙上填满了照片 角落中还堆着一些杂物 定静一看 照片里的人都满身浓疮 这一切太过诡异 同事吓得满头是寒 就在这时 日本人回家了 三人间四闯民宅被发现 顾不上盘问他 匆匆逃了出去 回去的路上 同事都显得忧心忡忡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终究担心地询问 同事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 日本人就是犯人 他拍了很多活人的照片 等到那些人死掉之后 再去拍照片 他已经害死了很多人了 这没头没脑的花人 终究十分困惑 可下一秒 同事拿出来的东西 就让他后背发凉 那是女儿笑真的鞋子 同事说 那日本人一定是偷拿到了 被害人的东西 然后对着这些物品下咒 接连害死了许多人 终究害怕极了 如果同事的推测是真的 那么孝珍或许已经中招了 一回家 终究就急匆匆地找到了孝珍 询问他是不是见过那个日本人 孝珍沉默点了点头 可当终究在追问下去时 孝珍却突然大发脾气 对他尖叫道 这有什么口吻的 不过是一句证词罢了 你连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说完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终究从未见过 平日里乖巧的孝珍如此暴躁 他愣在了原地 见孝珍不愿意说出实话 终究只好半夜偷偷溜进了他的房间 在孝珍的房间里 终究找到了一本画册 里面满是可怖的涂鸦 两腿间留着鲜血的女孩 不明的柱状物 和如同恶魔般叛爬的人 想起传闻中疯癫的人身上 都长满了浓疮 终究颤抖着掀开了孝珍的裙摆 果然 一片红色的暗疮 正长在他的大腿根部 在灯光下显得极为恐怖 这时 本该熟睡的孝珍却突然睁开了眼 痛斥终究 是半夜掀开女儿的无耻之徒 用醉下来的脏话 尖叫着辱骂他 如同一只愤怒的野兽般嘶吼着 终究知道 孝珍一定是中招了 第二天一早 终究就带着城府 去日本人的家里 可那些诡异的照片都消失不见了 日本人说 那些照片都已经烧掉了 终究烦躁地质问日本人的身份 得到的回答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来旅游 见日本人油烟不见的样子 终究再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他一把将屋内的祭坛砸了个稀巴烂 还把日本人养那条黑狗活活打死 依次警告日本人 如果三天之内不滚住这里 就会和这条狗一样的下场 然而日本人却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平静地说道 反正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我 然而 日本人并没有离开小城 孝珍的病也愈发严重 农疮从大腿蔓延到了腰上 他的状态变得非常奇怪 总是瞪着一双眼睛 恶狠狠地看着人 医生对此都束手无策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孝珍和那些发疯而死的人的症状一幕一样 第二天一早 终究被妻子的尖叫声吵醒 家门口不知被谁 吊着一头黑善良尸体 血淋淋地吓坏了一家人 终究想起身查看 但却莫名其妙地中风了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一动都不能动 妻子和母亲连忙带着孝珍去医馆针灸 把孝珍托付给了林家奶奶照顾 终究刚有好转 就急忙赶回家 他担心着孝珍难危 然而刚踏进院门 就听见屋中传来了惊恐的爱好 正是孝珍持刀通死了林家奶奶 正一脸惊恐地坐在角落中瑟瑟发抖 同时匆匆赶来 见到这一幕 认定是那个日本人做的手脚 自从见过那个日本人 同时也开始噩梦连连 还时常发高烧 甚至出现了幻觉 终究终于彻底相信了 日本人是恶鬼这件事 他听从了母亲的安排 找来了外地的萨满 萨满是个留着小辫子的男人 一进中酒驾 就到处搜寻热鬼的踪迹 他注意到了 本该装着泡菜的水缸 用棍子狠狠地击碎 里面竟然流出了清水 和一只死去的乌鸦 将冈在韩国人心中十分神圣 乌鸦更是韩国的神鸟 有乌鸦死在了家中的将冈里 是非常不吉利的征兆 萨满一看这阵时 就知道对手一定不是小角色 他立刻在中酒驾点起了篝火 穿上彩衣 在院子里跳着祭祀的舞蹈 来镇压孝珍身上的邪碎 孝珍痛苦地嚎叫着 仿佛身体里有什么东西 正在剧烈地攻击着自己 等到萨满结束仪式时 孝珍已经晕了过去 萨满告诉中酒 那日本人是极为厉害的恶鬼 整个小城中的怪事都是他做的 如果不能赶走他 就只能杀了他 这次的仪式 只能暂时镇压孝珍身上的邪碎 想要彻底除掉恶鬼的法术 只能在每天傍晚 举行一场浩大的神迹 而费用是1000万韩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 但为了女儿 终究也只好要有压答应下来 萨满正中地提醒中酒 接下来的神迹十分重要 绝不能有外人闯进来 更不能破坏祭坛 或是打扰自己施法 终究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对于日本人的身份 终究有些疑惑 他问萨满 那日本人明明是个大活人 怎么说他是恶鬼呢 萨满的回答有些含糊 他说道 不是所有有血有肉的人 都是活人 这个日本人 就是会害人的野鬼 如果不将他杀死 所有人都会死在 这个野鬼手中 至于他为什么盯上了孝珍 萨满解释道 日本人挑选受害者 就像是钓鱼 他抛出鱼儿 而孝珍恰好上了钩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终究听得运力无力 可此时此刻 城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个曾在山中 遇见日本人的猎户 朴春培突然发疯 杀死了自己全家人 知乎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时间人心惶惶 所有人都对着 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害怕极了 终于到了第二天晚上 萨满开始了神迹 他在终究家中燃起了篝火 奏着不知名的乐曲 拿着扇子 在院子里跳着祭祀的舞蹈 同一时间 日本人也在家中摆上了祭坛 口中念着咒语 神清癫狂地施展法术 在他的家门外 一辆车旁点满了蜡烛 而车内坐着的 正是已经死去多时的朴春培 两个旗鼓相当的法师 如同在隔空斗法一般 一边杀光鸡 一边杀黑鸡 但好在萨满的势力 比日本人更胜一筹 随着萨满一下下砸向钢钉 日本人受到了重创 口吐鲜血地倒了下去 艰难地爬向门外 这激烈的斗法 让孝珍痛苦万分 他在床上不住地挣扎着 尖叫着 哭喊着求终究停下来 就在萨满即将大功告成之时 终究再也无法看着 女儿痛苦的样子 狠狠将祭坛掀翻 强行终止了这场仪式 带着小珍去了医院 萨满看着终究远去的背影 怜悯地叹了口气 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日本人终于从攻击中缓了过来 他的报复 绝不会再次停滞 成夫来医院探望小珍 看着女孩憔悴的样子 于是决定 带着终究去见教堂的神父 可听完终究对日本人的描述 和家中间链发生的怪事 神父竟然完全不相信 日本人是恶鬼 只劝他要相信医学 在圣经中 基督复活后 曾对信徒说 你们看我有血有肉 一定是活人 而那日本人也同样有血有肉 必定不是什么恶鬼 终究失望地离开了教堂 萨满的仪式 让小珍太过痛苦 教堂的神父 也不相信自己的说辞 如果不能通过法术 驱除邪碎 就只好自己动手 杀掉日本人 拯救可怜的小珍 终究带着城府 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们 众人拿上家伙 浩浩荡荡荡地上山 找日本人算账 可日本人并不在家中 就在人们四处寻找的时候 一个人影却从树林间 阳阳晃晃地钻了出来 那人眼球发白 满脸是血 大张着嘴 咆哮着向众人扑来 定睛一看 正是昨日死去的朴春培 朴春培此时已经不知道 是死是活 见人就咬 吓得众人四处乱窜 更可怕的是 他已经成为了丧尸 就连爬力插进脑袋里 都没能阻止他的行动 朴春培死死地压着中酒 嘶吼着要对他的脸咬下去 浑着血液的口水 面上痛苦地挣扎着 接着 身体向后扭曲出一个诡异的角度 急声偷骨断裂的脆响后 就彻底没了声息 中酒死里逃生 正惊慌未定 一回头却看见了那个日本人 正在不远处偷偷盯着自己 中酒一想到孝珍 也可能变成这副样子 怒火就从心中汹汹燃起 他招呼着兄弟们追捕日本人 几人女追我赶地在树林间狂奔 终于 中酒脚不停在离出断崖边 可日本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喊都已追捕下 他早已体力不支 只能无力地躺在地上 哭泣着发誓要将女儿救回来 此时 那个日本人就攀附在断崖的石壁上 躲避众人的追捕 突然 他的手一滑 不慎跌落到了断崖底部 见有人听到动静来查看 日本人立刻躲在一处视线死角里 强忍着身上疼痛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他痛苦地瘫倒在地上 脆弱地哭泣着 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无辜老人 一转头 竟然看见那个白衣女人小千 在不远出窗这里张望 日本人立刻起身 如同遇到了世上最可怕的事物 仓皇逃跑 小千在身后 尽追不舍 回家路上下起了庞托大雨 终究驱车行驶在泥泞的山路上 艰难地掌握着方向 突然 一道人影从山上坠落 狠狠砸中了终究的车 车子向外滑出了一段 险些掉下山坡 终究惊慌地下车查看 谁知掉下来的 正是那日本人 日本人已经浑身是伤 昏迷了过去 终究看着这个谋害女儿的凶手 不管她是如何掉下来的 当务之急是要将她杀至而后快 终究伙同几个朋友 将日本人抛下了山坡 这样一来 孝珍的怪病一定就能好全 小千在山上 沉默地注视着一行人 难道日本人是被小千所杀吗 杀了日本人之后 终究急忙去了医院 确认孝珍的病性 她看起来已经好全了 不再疯狂地吼叫 身体也不疼了 看见康复的女儿 终究喜极而起 妇女两个抱在一起 放声大哭 厄运似乎终于离开了 这个无辜的家庭 只是镜头一转 萨满正往远处的山岸 嘲讽般地叹息道 这个蠢货居然真的上钩了 很显然 还有更加惨烈的未来 在等着终究 夜里 终究把孝珍接回了家 她还是有些虚弱 但现在能吃能喝 这样终究脸上露出了酒味的微笑 安顿好家人 终究准备休息 她挂断了萨满打来的电话 抱着妻子 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另外一边的成夫躺在床上 回想着今天 在山上遇到了 丧失人性的朴春培 恍惚中看见了日本人 满脸鲜血扑来的画面 一转头 竟看见电视上播放着一起新闻 又一起善染发生了 一名男子残忍地 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凶手监视成夫的叔叔 终究的警察同事 他和之前的所有人一样 身轻诡异 身上长满了炮针 难道那个日本人还没死吗 成夫急忙来到了现场 看到叔叔的惨状 他决定立刻动身 再次去山中寻找日本人的踪迹 而此时此刻的萨满 已经来到了终究家门前 推开门的 却是那个行迹诡异的 白衣女人小倩 小倩冷冷地看着萨满 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萨满突然流起了鼻血 紧接着 便开始无法自控地 凹凸出白色的液体 吓得他连滚带爬地 逃回了自己的住处 惊恐地念起咒语 祈求菩萨庇佑 想到小倩的恐怖法术 萨满决定立刻逃出这座小城 他带上了所有的仪式用具 匆匆开上车 准备离开这里 然而到了出城的路口 一大群飞蛾不要命地 朝萨满的车窗扑来 无数的飞蛾尸体 忽在了挡风玻璃上 飞骨的虫裙 也挡住了萨满的视线 这妖异的一幕 一定不是自然发生的 萨满无力抵抗 只能掉转车头 驶回着小城 路上 萨满打了一通电话给钟九 得知钟九不在家中 而是出来寻找自己 他有些迟疑地说道 我算错了挂项 失错了法 那日本人根本不是恶鬼 而是和我一样的法师 他在这里是为了杀死真正的恶鬼 就是那个白衣女人小千 萨满让钟九赶紧回家 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听到这话 钟九立即去车回家 果然 孝珍已经不见了 全家人立刻起来寻找她的踪影 钟九在乡间小路上狂奔 却不想迎面碰见了小千 小千告诉钟九 孝珍在她出门的时候 就已经回家了 钟九一听 立即转身要回家去找女儿 但小千却喝止了钟九 还威胁道 如果你现在回去 全家都会死哦 即便钟九担心女儿 也不敢轻易用全家的性命下堵住 他犹豫地停了下来 质问小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千解释道 孝珍的怪病 都是因为被恶鬼迷住了 那恶鬼就是山中的日本人 那日本人根本不会死 再过一会儿 他就会进到你的家中 未经在你家中布好了陷阱 只要你等到陷阱生效 你家的鸡叫了三声 孝珍就能够化险为夷 但如果此时你回去 你曾在恶梦中见过的那只恶鬼 那些恶梦都不是梦 也不要相信那个萨满 他和日本人是同伙 此时 第一声鸡叫远远传来 想起梦中张着血喷大口的日本人 终究心有余悸 但想起萨满的话 他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如果小千说的是真的 那么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都是日本人 可如果萨满说的才是真的 那面前的小千 到底是人是鬼呢 终究胆战心惊地问小千 到底是不是人 可小千的回答十分模棱两可 我是人是鬼不重要 我是一个要保护你女儿的女人 这模糊的回答 让终究心中的猜忌愈演愈烈 他听着远处传来的第二声鸡脚 决心回家去找萨满 终究跑了几步 却突然被小千拉住了手臂 两人之间隔得很远 人类根本不能如此迅速地拉住自己 再加上小千的手如此冰凉 终究的心瞬间凉了下来 他回头看向小千 赫然发现不远处的地上 掉落了一只发卡 那就是之前他卖给孝珍的 在看小千身上的衣服 竟是那天在酒馆里看到的 女人穿的彩色毛衣 可那女人早已在面门暗中死去了 也就是说 小千才是真正的恶鬼 用死者的物件下咒 终究用力甩开了小千的时候 拼命向家的方向跑去 无论小千如何在身后哭喊挽留 他都没有回过头 气喘吁吁的终究终于回到了家中 只是在他进门的一瞬间 门上不知何时悬挂的金鱼草 无声地枯萎了 显露出一副骷髅的样子 家中一片寂静无声 只有满地鲜血 终究悲痛地流下泪来 慌张地走进房中 却发现妻子和母亲 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没有了气息 而凶手正是一旁手握尖刀的小珍 终究负在家人的尸体上痛哭着 看着不远处一身鲜血的小珍 无助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希望能换回他的灵魂 可一切都已经无济于始了 小珍的灵魂 已经永远被恶鬼带走了 此时此刻 成夫已经找到了山洞中的日本人 那日本人正裹着一条毛毯 在烛光闪烁的祭坛前瑟瑟发抖 成夫小心翼地走近日本人 质问道 你是恶魔对吗 那个日本人如同一个善良的老者 平静地回答道 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 成夫大声反驳道 只要你说出你不射鬼 我就什么都不会对你做 立刻离开这里 可这时 日本人却突然阴森地笑了起来 得意地问道 你还以为你能出得去吗 说着 他拿起手边的相机 拍下了成夫的照片 身体逐渐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的皮肤变得崎岖 双眼变成了蛇的树桶 闪着悠悠红光 那正是一副恶魔的样子 成夫害怕极了 颤抖着看着面前这个可怖的恶魔 但恶魔却笑了起来 向他展示自己手上的圣痕 然后说道 我就是我 我有手有脚 有血有肉 我就在这里 成夫的信仰彻底崩塌了 另外一遍 小千无助地依靠在墙边 听着中九家中传来的哭泣与哀声 门上悬挂着的枯萎的金鱼草 宣告了中九一家的惨剧 萨曼走到中九家中 拍下了一家人死亡的模样 随后走向车旁 准备离开这座小城 他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盒子 里面竟然装满了 被恶魔迫害过的人的照片 那些血腥的影像 记录着无数的人间惨剧 影片的最后 中九在弥留之际回忆起过往 那时他和家人的生活幸福美满 笑真也可爱温柔 但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一切都无可挽回地 坠入了恶魔的魔障 影片到此结束 或许许多观众看到这里 仍旧一头雾水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宗教恐怖片吗 怎么就扯上了现象机呢 影片中也有许多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 小千到底是人是鬼 萨曼到底是正是邪 而那个日本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又为什么要对这个小城下毒手 让我们回到影片的开端 初思剥茧的解析这部电影真正的内涵 一切诡异事件的开端 便是一开始的面门案 在凶手的家中 终究看到了坐过仪式的祭坛 和家门口悬挂的枯萎金鱼草 回想起萨曼为终究一家驱魔的场景 和第一个凶手家中的仪式痕迹 如出一辙 那仪式显示萨曼的手笔 而门口的金鱼草 则是小千为了捉捕恶鬼 涉嫌的陷阱 显然 发生在终究一家身上的惨剧 是对曾经受害者经历的重演 可在萨曼为孝珍驱魔时 终究不忍心看到女儿经受痛苦 强行中断了神迹 才使得孝珍继续被恶鬼纠缠 导致了最后的面门结局 但第一家受害者也做了一事 却仍旧没有逃离悲剧 难道也有人打断了祭祀吗 还是说 萨曼的驱魔 本就和日本人的诅咒无关了 影片最后 萨曼打翻的箱子中 满是受害者的照片 那些照片不是被日本人烧了吗 又怎么会出现在萨曼手中 这个萨曼又到底是正式鞋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就得先弄清楚 日本人的真实身份 日本人出厂时总是吃身裸体 如同野兽一般在丛林间撕咬 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下半身总是围着一条白色的布 那是昆库 是日本神道教教徒的打扮 而终究在小屋内发现的白色面具 正是日本天照大神的挪面 这更加印证了日本人 是神道教教徒的事实 至于那些死者的照片和贴身物件 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收集被害者生前的照片和衣物 是为了通过这些媒介 对他人施加诅咒 而在被害者死后 日本人会收集他们死后的照片 这是为了镇压冤死之恩的亡灵 以免被冤魂纠缠缠报复 回想萨满和日本人隔空斗法的场景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摆在日本人祭坛上的 是猎虎朴春培的照片 这就意味着 两人的仪式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些看起来似乎有所关联的画面 不过是导演使用的一出精妙的蒙太奇 萨满的确是在微笑针驱出血碎 可日本人所做的仪式 实则是在镇压朴春培的亡灵 试图摆脱冤魂的报复 至于他为什么会在那一晚受伤 想必是小倩的手臂 而出现在萨满手中的照片 也是日本人交给他代为保管的 自此真相便忽之欲出了 小城中频频发生的怪事 实则是日本人对原住民立场侵略 而本该为原住民驱邪的萨满 却在暗处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戒指日本人作祟的由头 在民间大肆连财 甚至做了日本人的帮凶 为他收集被害者的照片 影片表面的内容 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电影真正要传达的信息 还隐藏在他的名字中 电影的名字哭声 只是一个精妙的谐音 他原本的名字是一个 有着残酷历史的地名古城 在日本殖民期间 对古城的居民实施了 惨无人道的暴行 这使得古城成为了一个 镇刻在历史上的地方 故事选在这个小城中 也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深意 在影片中 那个名为小倩的白衣女人不是活人 但她的身份 却更加类似于古城的保护身 小倩是战争时 被日军屠杀的人们的化身 一直以来 她都保护着这座小城 在日本人对古城的居民 痛下杀手时 她更是不遗余力地 捍卫着人们的生命 作为优魂 小倩并不能杀死这个日本人 只能靠着死者的衣物现身 坐下金鱼草的陷阱 试图保护人民 另一晚小倩哭泣着说 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爱药闯进来 也使小倩察觉到 日本人盯上了小倩 想要保护她 可小倩并不能干涉活人的生活 也无法说自己是幽魂 正是因为这样 终究才错将她认成了幕后黑手 最终酿成了惨剧 至于天主教的伏计成福 则是电影中最淫欲的角色 在日军侵寒时 天主教曾激烈地反抗过日军 但在日军的文化入侵 与暴力压迫下 天主教逐渐使为 变得七零八落 在影片中 一个源自天主教的概念 贯穿了剧情 那便是基督复活后 对信徒们说的话 我就是我 我有手有脚 有血有肉 我就在这里 在天主教的信仰中 恶魔与神明都是无形的 这便是成福一直 不愿对日本人相对温和的原因 但当日本人对着成福 展现了自己手上的圣痕时 成福的信仰崩塌了 传说一些自以为是 神明的人的手上 就会出现这种圣痕 这圣痕不是神明的象征 而是被恶魔占有过的痕迹 在那一瞬间 成福明白了眼前的男人 绝不是活人 更不是什么孤魂野鬼 而是已经被恶魔 占据了身心的怪物 神明无形 救赎遥遥无期 可恶魔有血有肉 地狱尽在咫尺 成福在无法相信心中的神明 也意识到自己再难逃出生田 在终究一家被残忍杀害的时刻 成福的灵魂 也被恶魔拉入了深渊 粗略来看 电影哭声只是在讲述 一场惨无人道的宗教入侵 但在影片中 日本人的形象 已经不仅仅是神道教 与萨满教中的恶鬼 还杂入着天主教中 关于恶魔的黑山羊 与如蛇一般树童的元素 这便意味着日本人所代表的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 而是彻头彻尾的人间罪恶的化身 如果将日本人所代表的神道教 换成战争时期侵略的日本 将终究换成曾被无情压迫 沦为战争牺牲品的无辜人民 将成福和的代表的天主教 换成战时试图奋起反抗 却无法抵御日军入侵的民间团体 一切便显而易见 哭声绝不仅仅是一部 前显的宗教恐怖片 而是韩国对日本军国主义 与右翼势力的韩磊批判 一部被侵略过的 无辜民众的血泪史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游戏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